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我是戴戴 戴戴在MC当中有一个梦想 梦想成为一名侠盗 这样我就可以把怪物的武器全都给偷走 让他们无法再威飞作呆了 很荣幸这一次呢,我成为了一名侠盗 所以呢,我要把骷髅小白,僵尸猪人,凋零骷髅的武器全都给他偷走 好的,现在呢,我们就等着这三个怪物不注意的时候 把他们的武器全都给偷走 现在我们面对着他们三个 当我们面对怪物的时候,会有两个红点 出现两个红点的时候,是无法把他们的武器给偷走的 当我们的红点变成白色的时候 就说明可以把他的武器给偷走了 然后,僵尸猪人,有这一个金剑,好的给他偷走了 然后他转身的时候,被我们给发现了 所以呢,就不能再偷了 同样的,我们也要等着偷骷髅小白的弓箭 好机会 把他的弓箭给偷走了 现在小白的手里面已经没有弓箭了 当然了,僵尸猪人的手里面也没有他的金剑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凋零骷髅的石剑给他偷走 不要看我,不要看我 你看我的话,我就无法把他的武器给偷走了 好机会,非常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凋零骷髅的石剑也给他偷走了 这边呢,还有一个僵尸 僵尸手里没有武器 所以我们无法把他的武器给他偷走 好的,现在我已经变成了生存模式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缺少弓箭的骷髅小白会不会攻击我们 缺少金剑的僵尸猪人会不会攻击我们 缺少石剑的凋零骷髅会不会攻击我们呢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栅栏 好的,我们进去了 我打了骷髅小白一下 这个骷髅小白毫无还手之力 看来他丢掉他的弓箭之后已经傻一点了 没有武器来击打我们 所以只能被我们打 现在我们再来试一试这个僵尸猪人 打他一下 哇 好的,我们的僵尸猪人呢 和这个僵尸是一样的 就算是丢了金剑的话 他也是可以拿着双手来击打我们的 好的,终于把他给打死了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凋零骷髅给放出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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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的天哪 这个凋零骷髅丢掉了他的石剑 他也是可以对我们发起攻击的 这样他们的战斗力降弱了 我们就有机会把他们顺利的给击杀了